默认房间当前湿度38%,默认房间现在18度,然后我们看它已经非常完美的接入到了我们的HomeKit里边。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接入小米的温湿度传感器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这期节目呢,我用这个斐讯N1来给大家演示,因为斐讯N1是带蓝牙的,而且呢我发布那个固件的蓝牙也是工作正常的,我呢已经把它刷成了ARM半,然后里边有集成了HASIO,这是一个小米的蓝牙的温湿度传感器。 所以我们的HASIO呢,用蓝牙和这个小米的传感器通讯,然后取小米的温度湿度。 这个传感器呢,非常的便宜。 这个是13块,好像是13块9,13块9还包油一个,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是一个比较超值的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之前呢,我是用我的NodeMCU自己做的,加上DHT22。 但是那个呢,长得比较丑,我决定呢把它淘汰掉,所以我买了这个小米的。 这里面很简单,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说明书,还有一个本体。 那我们把包装放一边,我们看一下它的本体是什么样的。 这里有一个双面胶,双面胶呢可以贴到后面,然后你可以把它固定在比如说你喜欢的地方。 它这里面是有个电池的,你需要把这个有一个绝缘的膜把它撕掉。 那我们把这个都放在一边。首先让它加电。 我们把这个塑料纸拿下来,它就有电了。 大家看,上面是温度,底下是湿度,温度是摄氏度。 然后湿度是百分比。 左边还有一个小小脸,证明呢现在的环境呢是比较舒适的。 如果它的表情变得比较难看的话呢,可能现在的室温和湿度就不太适合人类居住。 这是一个比较非常小巧的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并且还带蓝牙。 那么我们把它接入到Home Assistant之后呢,是什么样子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苹果家庭。 当前房间的湿度是百分之三十八。 这是我另一个小米的温室传感器,并不是这个。 我准备每一个房间放一个,所以我已经配置好了一个。 这个呢是刚是之前别的房间的那个传感器取回来的温度和湿度。 默认房间当前湿度百分之三十八。 默认房间现在十八度。 然后我们看它已经非常完美的接入到了我们的HomeKit里边。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操作一下如何把这个小米的温湿度传感器接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并且接入到苹果家庭。 我们把这个斐旋A拿到一边。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如何把它变成HASIO呢? 看一下我之前的节目。 还有我的博客上面有一些文章介绍如何把它变成我们的HASIO。 然后我们看。 这个呢就是我们接入以后的效果。 它上面呢会有三个传感器。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湿度。 然后一个是电量。 我们每点点一下这些图标都会给我们绘制一个曲线。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温度的历史。 包括我们电量。 电量呢这个这个东西非常省电的。 可能一年才需要一年两年才需要换一次电池。 然后湿度呢同样它也是绘制一个曲线给我们。 那么我们如何把它加入到Home Assistant呢? 我们看一下配置文件。 我们首先打开这个File Editor。 那我们看配置文件这部分。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增加一个BLE的Monitor。 然后呢。 Runding等一处呢是四舍五路。 下面这个1呢代表保留小数。 保留几位小数点。 然后这个Piro的是区间。 也就是10秒取回一次。 然后HCI interface就是你的蓝牙位置。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它是0。 如果取不回来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1试一下。 无非就这两个选择。 然后下面这个呢就是是否显示你的电量。 我们一般呢都会把它放到true这个位置。 会让我们的系统显示它的电量。 然后discovery冒号fills。 就是让插件不去自动插找周围的这些传感器。 如果它自动插找会。 比如说你们邻居的可能也会被插找到。 然后这个restore state。 我们要设置成功出。 device这里呢。 这就是我之前增加的那台。 小米的这个温速度传感器二代。 第一行mac地址就不用说了。 就是它的蓝牙mac地址。 第二行的名字呢。 我给它取了一个客厅。 然后底下一个encrypt key呢。 这个key呢。 是一个小米的专有的加密的key。 我们有这个key之后呢。 才会才可以把这个温湿度的值解密。 解密之后呢。 取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最后一个呢是tempree unit。 就是我们的温湿度单位。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华氏度。 华氏度和摄氏度都是可以在这里设置。 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device。 mac地址怎么来? encrypt key哪? 哪里来? BLE monitor哪里来? BLE monitor呢。 是我们从HACS里面安装的。 我们点击HACS。 然后的integration。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装好的这个。 那在这里。 我只装了。 在这上面我只装了一个。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应用商店下面点这个加号。 点右下角这个加号。 然后搜索。 passive BLE monitor integration。 小米米加 BLE。 其实我们搜小米米加就可以。 我们在这里搜到小米米加之后。 我们点击安装。 就可以把它装到这个HACS里。 其实呢。 这一步呢。 没必要给大家做演示了。 其实就是点一下install。 它就会装好。 如果是大陆用户呢。 自己把网络搞好。 如果你装不上呢。 肯定是你网络的问题。 装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配置文件里使用。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BLE的插件。 然后这个BLE的monitor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在这个HACS里装的这个插件了。 如果没装那个插件呢。 你是不可以使用这个BLE下滑线monitor这个功能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说如何取回这个温度传感器的Mac地址。 还有这个encrypt key。 encrypt key和Mac地址取回的方式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但是呢。 你需要一部安卓手机。 或者是带蓝牙的电脑。 蓝牙的苹果电脑。 或者带蓝牙的Windows都是可以的。 你用Chrome浏览器呢。 打开一个网址。 我呢。 这期节目给大家用安卓手机做一个演示哈。 大家看我已经打开这个网址了。 我会把这个网址的链接呢。 放到我的屏幕上。 连接这个按钮。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手机在搜索一些。 一些这个。 蓝牙设备。 那我们看到这个LY。 WS开头的。 有两台。 那么有一台呢。 就是我之前配置的。 有一台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配置文件这部分哈。 B600。 B600这台我已经配置过了。 那么肯定呢。 麦克地址上面这个。 就是我。 我现在手里新配置这台。 那我现在。 先把这个麦克地址。 好。 麦克地址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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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称。 我们叫它Bedroom。 我们叫它卧室。 然后。 这个encryption key啊。 我们先空着。 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它。 然后还是设置为摄氏度。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 要拿这个encrypt key了。 我们怎么拿这个encrypt key呢。 我们点击连接。 那大家看啊。 我们。 我们。 我们这。 这台设备就是这个。 第二个。 我们点一下。 配对。 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个位置看。 它这个。 它就自动取回来的这个。 温度和湿度了。 并且的跟这个屏幕上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点。 这边有个叫do action的。 我们点这个do action。 稍等片刻。 这个。 那我们看。 这个binder key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binder key。 复制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里。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复制过程给大家省略过去啊。 好了。 现在这个encrypt key呢。 我已经。 我已经把它。 复制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了。 有了这个配置呢。 我们就可以。 让我们的home assistant同时显示两个温室度传感器了。 一个是我现在刚才拆的。 另一个是我一直在用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我们重启一下。 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现在home assistant正在重启。 显示连接中段。 它启动成功之后呢。 应该就会多出来三个传感器。 比之前多三个。 一个就是我们。 这一台的温度湿度电量。 另一个呢。 就是我另一台的温度湿度电量。 好。 大家看这边已经出来了。 这三个呢。 18.3 38 100 这三个是我之前添加的。 这三个呢。 是我刚才最新添加的。 但是现在它还没有数据。 我们稍等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是。 10秒钟取回一次数据。 所以它现在是没有数据的状态。 我们稍等片刻。 好。 大家看已经。 已经有一个读数出来了。 温度的21.4这个数字已经读出来了。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电量或者是。 湿度了。 我们呢。 就。 不在这里给大家继续等待这两个值。 我们拿出苹果手机。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苹果家庭。 苹果家庭里面呢。 详细信息。 也多出了。 两个传感器。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湿度。 我们看。 两个湿度。 一个是38%。 一个0%。 0%就是这个没取回来的。 然后。 这里有一个21.5。 21.5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蓝牙。 显示21.5。 但是这上面21.4。 可能还没有同步更新。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成功的。 把两个。 小米的温湿度传感器。 都集成到了Home Assistant。 并且呢。 可以显示在我们的。 苹果家庭里。 我们看。 两个温度都已经出来了。 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好。 那本期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